国会改革法案虽然已经三读通过了 不过民进党还是出招了 将在本周末挑在花莲 也就是国民党团总交傅昆奇的本命区 来进行街头宣讲 那么国民党也回籍 也同样时间会挑在台南 也就是总统赖清德的本命区 进行一连串的街头宣讲 针对这个议题呢 国民党主席朱一伦刚刚稍早在中常会 也有透露一些想法 现在听一下他怎么说 在各地所举办的国会改革说明会 我们预计举办上百场 在各地至少各县市至少办一场 可以听到朱伦伦表示 至少会办上百场的宣讲 各县市至少都会来办一次 要亲自来向社会大众 讲明国会改革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而且除了国会改革之外 像是财政收支划分法 或者是反费死等等 国民党团正在努力的目标 都会亲自下乡来跟民众 说清楚将明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